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美族的歌要跟大家一起唱 等下一起同欢 OK 非常感谢苏命 他和冲绳乐团Kachimba的演唱会即将要开始了 我们祝他演出顺利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回答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叫做艺术有什么用 另外我们之前公开征求大家在脸书上提问 结果我们收到很丰富很有趣的提问 等一下我们会叫艺术家本人出面来回答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些年度之最 去年我们去参加了云门在淡水新家的落成典礼 最近云门的朋友们都在打包准备要搬新家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云门排练场去采访 赫然发现云门坐落在巴黎山上一间很破的铁皮屋里 我那时候非常的惊讶也很心疼 因为舞者说夏天户外有36度 室内常常超过40度 后来在某一个过年刚过完年 云门的排练场就大火 很多舞座道具都烧光了 但是危机就是转机 外界捐款6.6亿 帮云门在淡水盖了新家 今年最期待去云门新家做客看演出 建造的过程的确是一个梦 完全是一个命运的安排一样的 云门呢 行政在复兴北路 排练在巴黎排练场 1月5号 120人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原本感谢大家多年来的爱护和协助 我们也接受社会给我们这样温暖而沉重的托付 我们会尽全力 那么随着树木的长大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台湾文化界的一棵有用的树 非常感谢 感谢 云门的淡水新家有大草皮 还可以远眺淡水河 4月就会有演出咯 异想世界去年还到彰化西州诗人吴圣的故乡 听他念诗 听他的儿子吴志宁把父亲的诗 谱成了歌曲现场演唱 最特别的是吴圣的孙女也一起合唱 他还改编了阿公的诗 年度最有创意我们要颁给吴圣的孙女 爱的沉醉在我身上的小村庄 我曾体验过爱的交通 每一道凄凉的凝视那都知道 是的 他们那个昨天有来找我玩的时候 他跟阿红阿红是他哥哥 然后两个人就穿着那个 各穿一支羽鞋 就这样摆脚摆脚 走就来说 爱的脚痛 爱的脚痛 然后就是脚很痛这样 原来爱的脚痛 那种心情是 满痛 满痛的 满伤的 可是居然我孙子他会想到 这脚痛 然后拜着拜着 爱的脚痛 吴圣老师的诗写着 子女是附和 可是孙女对他来说 只有甜蜜不是附和 希望忧国忧民的吴老师 能够轻松愉快一点 好500集当中我们还采访了 芭蕾群音 是很阴暗的音 林秉豪是台湾很权威的舞艺设计师 也是畅销芭蕾绘本的画家 他非常喜欢观察芭蕾舞者 他在脸书上开粉丝专页 就取名为芭蕾群音 他是年度最黑暗 也最梦幻的新闻 tutu war 芭蕾战争 每个女生的蓬蓬裙之梦 我就刻意就是画很多的芭蕾舞者 穿着tutu 然后来表现这个展览 蓬蓬裙跟tutu啊 它等于是芭蕾 不啰嗦 让大家看到什么是芭蕾舞 让他裙下风光 就大家想到就让你看得够 有一些譬如说骑脚踏车 会把脚撕开 然后或是做很多舞蹈动作 他们 我说了 就是他们24小时全部都是舞蹈 就是很有趣的练 睡觉都在舞蹈 他们所有所有的生活 好像是为了舞蹈而活 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单纯 对 就是脑中只有舞蹈而已 是很可爱的 有一个女生大概十几岁吧 算蛮大的青少女 然后那个时候她要做 抽骨髓的那个动作 就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医疗行为 我就唱了我们的中文歌 《两只老虎》 你们可以想唱吗 可是她听得好开心哦 欢迎回来 《异想世界》开播两年以来 我们访问了220多位艺术家 包括作家 影评人 导演 演员等等 不过很多人也许会问 我的人生吃饱 穿暖就好 为什么我还需要艺术呢 为了这件事情 《异想世界》特别为大家整理了 十大理由由艺术家们告诉你 艺术有什么用 首先你可能会觉得艺术很难亲近 我们先来描绘一般正常人看到的艺术好了 歌手陈生去年她生平第一次演舞台剧 第一次接触表演艺术 一般新演员大概都会说 我学到很多 大家对我很照顾 可是陈生说排练前的暖声让她非常不习惯 她甚至说她好像参加了邪教组织 这个世界上大概也只有陈生敢这么直白地讲出 内心真正感受 现在把你的压力移到你的右肩 来 再重一点 再重一点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呼喊 呼喊 释放出来 我心里在想说 我不要上这种邪教课 随声歌都有照着把它做完吗 他用他的方式吧 艺术家真的很奇怪 对不对 每次要去上课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是那种 没有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 很害怕去上课 然后就在楼下 在剧场 那个景美剧场楼下磨磨蹭蹭 就是去找那个面摊的欧巴桑聊天这样子 把那个邪教课躲过 好 其实声歌不了解 暖声对演员真的很重要 可是陈生就是这么坦白 他说出了一般人对艺术的距离感 所以艺术家跟一般正常人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曾经问过香港知名导演李亦华 请他在节目中剖析他的个性 你可能会很惊讶他的答案 李亦华的快问快答 请用三个形容词 形容你的个性 焦虑 矛盾 很复杂 你的演员也这样觉得你吗 我昨天也问他们 他们这是综合大家的答案是不是 他们会觉得我很傻瓜吧 其实艺术家真的很特别 一般人会努力去化解 焦虑 矛盾 复杂 可是艺术家会很认真的提炼 那些焦虑 矛盾 复杂 然后变成作品 其实艺术家也是人 跟你我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也许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艺术家 好 提到焦虑矛盾复杂 我一直都很喜欢看喜剧 最近我爱上由阿达和康康 组成的漫才团体达康 他们会努力的把人生中的苦涩 编进漫才里 艺术会让你开心大笑 而且如果取悦你失败了 他们惩罚自己的方式也很幽默 之下练习的时候会更疯狂吗 更疯狂会 例如说放真的大表 没有 太恐怖了一点点吧 我们有在脸上磨满刮虎炮 然后跑到7-11问店员说 请问我卖刮虎刀吗 这个时候店员的反应是什么 他很冷静地说 在那里 他大概觉得疯子看多了吧 然后另一个是就是拿着 印有自己照片的巡人启事 然后跑去问路人说 请问你有看到这个人吗 请问我在找这个人 你有看到这个人吗 艺术让你开心大笑 艺术其实也治疗你的病痛与困顿 专业剧场演员马兆琪 他跑去巴黎的 微笑医生协会当小丑医生 这些小丑医生每天都会到儿童医院 为小朋友 为他们的家长 还有医护人员表演 艺术抚慰你心理和生理的伤痛 前经有一次啊 就是有一个女生 大概十几岁吧 算蛮大的青少女 然后那个时候 她要做抽骨髓的那个动作 就是非常非常痛的一个医疗行为 然后我就说 好 那我待会唱歌给你听 但是不是普通的歌哦 已经十七岁的女生了 对 是 是 再不能这样子装可爱什么的 去唬咙她这样 对 然后我就唱了我们的中文歌 这首歌的两只老虎 那你们可以想象吗 对 可是她听得好开心哦 因为她 因为其实两只老虎这首歌呢 是法国的民谣 法国的童谣 所以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的 对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中文的版本 哦 对 所以呢 我跟我的partner 就她唱法文版本 我唱中文版本 然后我们是卡农 这样子 两声搭配 对 很好听耶 妈妈想要把小丑医生 带来台湾的儿童医院 她正在努力中 异想世界也会持续的 为大家关心她的进度 也很祝福她 好 我们刚刚讲 艺术治疗伤痛 其实艺术也非常激励人心 我要讲许杰辉的故事 前一阵子 王小帝导演接受我们的访谈 小帝老师谈了 许杰辉年轻的时候的故事 他从来没有放弃表演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编剧导演演戏 都非常优秀的许杰辉 艺术教我们永不放弃 许杰辉是一个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觉得我真没有看过这种人 她是我们中间 常常讲的这个笑话 她刚来是做制作助理 你知道大家都很忙 就希望制作助理 赶快拍到什么 就很灵巧 然后我就发现 我在讲戏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脸这样贴着 我常常被她吓一跳 你知道吗 后来副导就说 导演在讲戏 你不要在旁边这样 再来就发生一个现象就是 老师他那个时候 是很想要接近你 他想听导演跟演员说什么 他完全忘记自己 要去干嘛扫地或者是倒水 或者是什么 他完全忘记 他就是很想听导演在讲什么 然后呢 再来发生的事情就是 我说 咖 再来一个好了 他在旁边说 对 演员就很气 想说谁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话 他完全忘情 他是完全他太想表演 他太喜欢表演了 你知道 又很皮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小小工作室 你进来我们都会问你 你希望后面往哪里走 那他就是有表明说 他想表演 所以我们大家发现了 有后来 你有没有 你看我们后来 从佳佳福啊什么 佳佳福他有演一个充考的 都开始有许捷徽的 就是我们会安排 就开始知道 大家了解他 就开始写 他适合演的 这个角色 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 自己想要做什么 真的很重要 除了永不放弃 异想世界还教你 如何教育子女 这真的哦 我们曾经邀访作家杨兆 和他的钢琴家女儿李奇瑞 杨兆说李奇瑞的个性 跟音乐一样 非常相信直觉 但是作为一个父亲 杨兆给全天下的父母 很好的建议 医术教你 教育子女 以及做自己 作为一个钢琴家 到现在最大最大的特色 他信任他自己的直觉 然后他可以发挥 他自己的直觉 这可能跟 他这个年纪 或者比较年轻的 钢琴家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他很在意说 他要做他自己 这件事情 是作为一个女儿 会跟父母产生 最复杂的关系 我也会很 作为一个爸爸 经常必须要 经常去思考 也就是说 我应该让他 给他多大的空间 让他做自己 那如果 作为一个自己 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应该要提醒他 我甚至我必须要约束他 说 你这样做自己 可能会碰到 什么样的问题 或什么样的困难 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 在什么场合 你还是不可以说什么话 不管 不管 就不管我 多么 就是觉得我这样子 我就是这样想我 可是 有时候还是在 要看场合 然后要 他有时候会跟我讲 我有时候会觉得 音乐让李奇瑞做自己 那阅读有什么用呢 日本的311大地震 夺走了数十万的生命 以及一片永远回不去的土地 当时有一些日本的书店业者 没有逃难 他们照常开店 有书就卖 结果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书是绝望时刻的必需品 铁门一拉开的时候 所有人就冲进来 像排食物一样排队 所以那个店员 叫做佐藤小姐 他就说 他第一次感受到 原来书的价值 是跟那些粮食是一样 它真的是一个 重要的精神粮食 有一个客人经过的时候 说拿了一个宝岛少年 宝岛少年是日本一个漫画 对 漫画杂志 然后他就鼓起勇气 老板就鼓起勇气 跟那个人说 如果你看完 可不可以留在这边 给这附近的小朋友看 对 结果那本漫画 就留在这边 然后据说 传阅了上百人 所有小朋友 都想来看最新的报道 是 报道漫画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一些小小 这本书后来就 让那个地区的 一大堆小朋友 都有一个安心感 然后这个故事 后来知道 朝日电视台报道之后 就一大堆人 拼命的寄书进来 然后给那个演传书点 讲到日本311 我们就又想到 申哥讲的一段话 他有很多作品 关心环保 他谈白海豚 他谈被污染的 河水和土地 他也谈我们最害怕的核电厂 他用音乐教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土地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 应该有国家社会 重责大任要去面对 对不对 比如说 应该把核能废料拿出来 放在总统府之类的 你是在说应该是茶余的那首歌 没有道理 现在不是在讲说 那个711不是要放到哪里去 大家吵得要死 我觉得这个不是议题 应该议题是先把核能废料 拿出来放在101大楼上面 大家都看得到 反正又没有危险 但是不是说 电影公司不是说 这一点危险都没有吗 没有危险就放在我家楼下就好了 就放在每一个人 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 分成2300分每个人 也拿一点 那两一点回家 别在胸前 当时项链一样 其实很多国外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都热切的投入社会议题 最有名的当然就是YouTube的主唱Bono 他用自己的知名度 唤起世人关心环境议题 关心第三世界国家 台湾的编舞家也用自己的舞座 教我们回头看看台湾社会的脉动 所以你说扭转是 之前只关心自己的戏 但是扭转了 扭转是因为最近的事情 是 最近的学运 然后逼得我们不得不 看他不得不正式 不得不 真是支持 好像这个混乱的背后 有着我们许多看不见的问题 例如说都市的更新 然后包括核能 然后还有现在的学运的发生 那我就想从这些反动的事件去 去看到底城市里面 为什么需要反动 200多位艺术家 我们选出了10个不同的人生建议 你说艺术是不是很有用呢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请艺术家回答 连有我们的问题 马上回来哦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对自己 百分之百的诚实 心中真的有什么话 你就写出来 我想这个最要紧 不要有任何的禁忌 自己的禁忌 或者是外面社会的禁忌 你认为是你最值得追求的 真善美的东西 你就去写 欢迎回来 为了让艺术更有用一点 我们日前在脸书上开放 让大家对艺术家问问题 异想世界的记者们 最近厚着脸皮去问他们 好 第一题有人就问说 请问洛宇军老师 你的脸书好好看 你怎么做到的 洛宇军说 的确曾经有年轻的脸友问他 为什么你的脸书 这么阳光又这么疗愈 结果小说这么黑暗暴力 你是不是有一个弟弟啊 被你用铁链栓在地下室 帮你写小说 好 针对脸友的提问 以下是他的回答 我打字慢 所以他打出来的内容 比较没有大脑 他没有大脑 可能我就 可能我真正废材的本性 就在脸书上会 不晓得每天贴一篇嘛 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我自己 后来我也得到很奇怪的 从脸书而来的一个疗愈 有一些脸友会跑来跟我嬉笑怒骂 或是安慰我 或是说逗我 那我觉得这是我过去十几年吧 或是快二十年写小说 你好像是一直在一个很冰冷的深海底部 在打捞那个人性灵魂里面最黑暗的那个坟场 这个会有职业伤害 可是我自己也糊里糊涂会很意外 因为玩脸书我反而得到这个 好像那种水面的那个灵光闪闪的那个 人的那个温暖 洛宇君老师 左手写脸书 右手写小说 而且还得奖 这真的很难 相信很多人想跟洛宇君老师一样 讲到写作就有脸友问 有志投入写作的人要做好什么准备呢 白信勇老师是这样说的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要对自己百分之百的诚实 心中真的有什么话你就写出来 我想这个虽要紧不要有任何的禁忌 自己的禁忌或者是外面社会的禁忌 你认为是你最值得追求的真善美的东西 你就去写 白老师年轻的时候写 孽子在禁忌的年代造成很大的轰动 他的建议真的非常诚恳 除了写作也有朋友们问如何当一个好演员 我们问了实力派演员姚昆君老师 他是这样说的 没有第二个就是身心要健全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你随时要有接受别人批评挑战的那种心理准备 然后你要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事 要接受批评然后你才能改进 就这样 还有朋友们问我想要进剧场必须具备什么能力呢 台南人剧团的总监蔡博彰给了很棒的回答 要有同理心 我觉得同理心是现在的这个Generation 越来越丧失的一个本能 可是它是本能 只是我们没有被诱发出来 所以 例如说你走在路上 如果看到一些盲包在走路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你有没有曾经用他们的角度来想事情 那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处境或者是人生呢 然后你会怎么样 就是面对你的家人生活 你的爱人等等这些事情 可能透过一个小细节 透过你的同理心 你会触发你的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跟看事情的角度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 不论身为一个演员 身为一个导演 身为一个编剧 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以上就是意想世界的制作团队 上山下海为大家找的答案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请大家多多上 意想世界的脸书 给我们意见 为艺术家们加油 意想世界我们501集见 雅右 Wah 三亿 人 岳 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